为了方便红项目的共享,我们可以通过备份和还原红项目的方式分享红 点击菜单,项目,备份,项目 指定项目存储的位置,点击确定 项目备份成功 我们可以在新的电脑上点击项目,恢复,项目 找到备份的红项目 点击确定 在刚刚还原的红项目中,我们能看到已经定义完成的红 已经定义完成的红,我们可以通过选择新的红项目右键生成红 来在新的电脑上去分享或使用已有的红内容和文件 然后再当红项目的红项目 但是 让红项目尽 这么快